我和我老公算是青梅竹马 我们两家都是农村的 我们两家相聚就隔了两个村子 所以说我父母和他父母也是相互认识 我们两个学习成绩都比较好 他大学的时候是在我们省最好的一所大学上的 我的大学是我们本市上的 毕业后我也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而他竟然也在我们公司附近上班 现在想想我们真的是有缘分 有一次中午我和同事去一家饭店吃饭 他也正好和他的朋友在那个饭店吃饭 我一眼就认出他 过去跟他打了招呼 聊了一些家常 他给我的印象是这么多年没见 变得帅气成熟了 我们彼此留了联系方式 因为在这个地方只有我俩是老乡 所以我对他倍感亲切 由于我有不吃早饭的习惯 我无意中和他透露过这个事情 没想到他每天都早上会提前把早饭买好 送到我单位门口 而且还是患着买 不仅让我觉得他非常有心 而且同事看见了也非常羡慕 觉得我很幸福 慢慢的我对他就产生了感情 后来他也明确的和我说过 可我觉得是一个地方的 我们好意思答应 当午节的时候 我回家过节和父母说起了此事 没想到我父母竟然没有反对 所以我们可以谈恋爱 因为他也是大学生 父母觉得我们两个比较般配 而且他的父母和我爸妈都认识 我父母觉得他们家人人都不错 当午节过后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对我好 并且又提起了此事 我结合父母给的建议 加上他对我确实不错 也就答应了他 我们在一起经历了两年的爱情时光 一转眼两年过去了 而且我们的年龄都已经老大不小了 双方的父母都催促着我们早点结婚 后来他就向我求婚了 我也答应了 不久后我们就结婚了 我们用这么些年的积蓄 加上父母给的钱 在城里付了首付 买了房子 结婚后不久 我的大嫂就来到我们家 还带了500个土鸡蛋 显得非常热情 我一想大嫂平时都哭得要死 送这些鸡蛋来肯定没好事 但是我没好意思问 准备留大嫂在这吃饭 可他拒绝了 说还有别的事 我也没挽留 大嫂就走了 晚些时候 我听到老公在和别人打电话 才发现 原来是大嫂的孩子要在城里上学 需要居住在我们这 所以才买了这么多鸡蛋过来 其实就是想让我们照顾他的孩子 听了这些 我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和老公吵了起来 他竟然不和我商量 就暂时做主了 太不把我当回事了 当天晚上 我就自己一个人跑回娘家 老公给我打电话我也没接 觉得老公的做法实在是太让人生气了